神社作为神圣象征一直是信仰语文化的中心 然而 工程县七千早逝的一座神社 竟然却因一起令人震惊的布亚事件而登上新闻 一对男女在神社内公然进行侵略行为 最终被警方逮捕 据日本媒体报导 这起事件发生在本月22日上午11时35分左右 涉事者为一名61岁的奥地利籍男子 和一名40多岁的日本女子 两人原本是到神社参拜 却因与火中烧 公然在神社内发生亲密行为 一位前来参拜的民众无意中撞见这一幕 惊讶之于立即报警 警方接获报案后迅速赶到现场 当场将这对男女逮捕 根据警方调查 这名奥地利男子是以观光名义进入日本的 考虑到他有潜逃的风险 警方决定将其拘留 该男子在等待律师到场期间选择保持沉默 而同行的日本女子则坦承了他在神社内的行为 在日本 这类行为是违法的 根据相关法律 凡在公共场所从事亲密行为者 最高可被判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或除以最高三十万日元的罚金 在台湾 这类行为同样属于刑法中的犯罪行为 根据刑法规定 若有人公然亲密行为 并意图让他人关难 可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罚金 如果此行为涉及盈利目的 则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处罚 包括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拘役或病科罚金 这一罪行的成立除了行为本身外 还需证明行为者有公开展示的意图 急功不特定能共见共闻 这起事件在日本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神社作为一个神圣的宗教场所 理应受到尊重 而这对男女的不当行为 不仅亵渎了这一场所 更挑战了社会的伦理底线 最终 他们将面对法律的制裁 大家对这种行为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